哎呀发财了发财了 又又又收到翠友寄的寄来的一些石头啊 然后这一袋子是我昨天晚上挑过的 已经死了不用切都死了 大家知道这一块是多少钱买的吗 你敢信这一块破石头一万一买的 我的妈 他虽然没什么纹理 但是实在底装是太粗了 这种都泡不起光啊 然后翠友说想 我想要一个手镯留着纪念嘛 那我们就给他带一瓶过去 给他压个手镯吧 就照最大的压 虽然没啥纹裂吧 但是太粗了 这一份我就不想带过去了 太重了 先放着卧箭吧 这几块花青 看能不能搞两个挂件 玩一下 这几个 这个是花青 钢青铁龙生 看能不能做点小东西吧 做是能做 先拿去工厂看看 然后这个带皮的 还有一点点笃性 把它剥掉 看看里面露子怎么样 感觉底装会粗一点 有点色 然后这个开窗手段也是很厉害 然后这一块 这一块也是一个断口料 这块基本也没刷毒性 过去给他把皮扒掉 这个就是表里鲁鱼 你看这都没有皮 这本来就不是皮 它只是挖进去 显得更好看了一点 就不是皮 这个就是漏 这也是一个手段 真的太坑了 这个卖赌食的太坑了 看得看不下去 然后现在要去切了 发财的一天 走吧 走吧 给各位老板打工的一天又开始了 给各位老板切石头的一天又开始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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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石头 然后现在来到工厂 准备把这个皮给它扒掉 我们看看里面内化 怎么样 也没有裂 现在交给师傅 来 师傅上手 找他 切出来了 切出来了 肉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密密麻麻的裂太多了 又是凉凉的一天 看到时候能做什么吧 我觉得压竹子都有纹裂 对啊 总之不错 还进了花哦 取不了剑了 只能去取个片嘛 做点小东西吧 我们做点花剑啊 紫若兰的花剑 或者拿去车柱子了 有用是有用嘛 价值不高 可能就可以做白菜啊 什么的啊 然后这块稍微给它抹点皮了 要拿去抛光啊 做个摆剑 就直接 单成一个杂实摆剑嘛 他这种叫花青啊 还有 也叫铁龙生啊 所以到时候 你要拿去配个笔刀就可以了 可以 要凉啊 那今天的石头就切到这里啊 今天的话啊 哎 堵石水还是很深的啊 建议各位村友还是稳一点嘛 啊 不可能长的 不存在长的 都要赚钱呢 长了人家吃啥 长了人家不会切吗 切块花青铁龙生 啊 他说 那个村友说 要做一个摆剑啊 啊 放在书桌上面 警示自己 不要堵石啊 然后这块就 啊 交给师傅拿去 给他抛光一下 然后 配个底座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块的话 还在问粉丝啊 这个色 虽然是吃进去了 但是怎么说呢 纹有点多啊 厚姜料啊 有点花色 这个要做的话 也只能做白菜啊 或者拿去车竹子啊 也没什么 太大的用处吧 啊 然后这块 然后还有一块的话 就是这一块啊 这一块我们 也是一个断口料吧 呃 这两块的话 是旁边的切出来 都有点裂的啊 部位不行的 然后这个是部位最好的 一个开窗的一个位置 这块还能做个皮修啊 或者白菜啊 或者看脆 有什么想法啊 这块料子水头还是有的 然后肉质也够细啊 然后这这些 这两块的话 只能做刮果 或者树叶什么的 然后今天这个切石头的日记就拍到这里了 啊 一天又过去了 啊 真的是太冷了 手都冻冻架了 太冷了 这这石头不易切石头太冷了 所以我们别再给我寄石头了 不切了 再见 寄过来也不收 寄收退回去 啊 好 开玩笑 开玩笑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